本地家庭用电量逐年上升,十年来增加了近两成 国家环境局调查发现,冷气机、冰箱还有热水器占了总用电量的一半 另外,每五户家庭就有四户会为了省钱而采取节约能源的措施 来看记者吴立新的报道 国家环境局去年针对550户家庭进行了一项用电量调查 调查发现,冷气机的耗电量最高,占总用电量超过两成 冰箱和热水器也占超过10% 此外,比起2012年,去年有更多家庭将冷气机的温度调高到摄氏25度或者以上 并且会选购更加节能的电器 但是选择使用风扇或是在不使用电器的时候关掉电源的家庭却有所减少 为了鼓励更多国人养成节能的习惯 当局推出了第二系列节省能源挑战 有意参加挑战的家庭只要在今年5月到8月把用电量减少至少1% 就有机会赢取奖品 我们这7年来都在鼓励我们的居民怎么样去减省他们的电能 今天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各个的管道跟平台 借助我们的所有的义工以及我们的基层组织 来鼓励更多的居民来参加这项挑战 我国去年的家用总用电量达到7295千兆瓦时 也就是说每户家庭每年需要缴付的电费平均约1000元 conditioned 编冻 这个